对于种种有关放生的质疑批评 我该如何回答 放生就是迷信 就是愚昧蛊惑人心 爷爷 解杀放生是源自我们内在本有的慈悲心 越有智慧的人业长越淡薄 慈悲心就越显露 自然就能认同互生放生 业长越重的人越自以为是 他的慈悲心像太阳被乌云遮住了一样 至于他的学历和地位 那是他前世修复的果报 跟他是不是真的有智慧 是不相干的两回事 反对诽谤阻挠放生的人 不了解真相 就随便反对阻挠人家去放生 因此让千千万万的悟命 无法获救含冤而死 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一定要好好宣导 要不然种了恶因都还不知道 爷爷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简单不明事理 佛说众生皆有佛性 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我们的慈悲心及侧隐心是属于心灵上的 很难用科学来说明 而且放生得健康长寿 也可以免刀兵节 这是因为无畏式的果报 三世英国这种报应的事 科学也逐渐证明 所以只要如理如法地去做 让他们体会到放生的好处 这样误会自然也都将化解 我怎么了 我怎么这么疼 我怎么了 我怎么办 大哥 你看这是什么 从没见过 怪东西 看起来他伤得不轻 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救救他呀 我看不如抓回家再来吃了吧 拜登尼救救我吧 你看你以前放生的那些 现在都怎么了 大概全都死在山里了吧 你放了他 最后不也就是落个被老虎猛兽吃了的下场 那还不如给我吃得好 大哥 您打猎已经欠了很多血债了 少杀一条是一条吧 对对对 他生下来就是注定要给人吃的 吃他那是天经第一的事情啊 谁让你吃啊 大哥 您发发自卑 让他留在这儿吧 让他在这儿待一晚上 说不定他就恢复了呢 你也知道他受伤了 就算放了也活不了啊 求求你救救我 大哥 这种动物我们从来没见过 可能是快要绝种的动物吧 嘿嘿 那就更好了 吃一回稀罕玩意儿 说不定特别的滋补呢 你 市场里的鸡鸭牛羊肉 随时都可以买 你又何必为难他呢 这种怪东西 放了说不定还会影响我们这儿的风水呢 我看还是吃了算了 大哥 你怎么执迷不悟呢 执迷不悟的人是你 哪来的这么多道理 整天放生放生的有什么好处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愚昧 你 全都给我放了 那我吃什么呀 救命啊 别杀我 别杀我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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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你看 温无阿弥陀佛 尝尝尔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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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死你过了 你 现在 claws 有人